好了,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了 繼續和大家說回9月15號 星期三跑馬地賽馬日的賽事 今次我們買到這個系列 就叫做連贏及位置Q過關 兩穿三的 就會買到兩關 而我們買到的第一關 就會是這場的第七場 這場第七場就是我們的三班草地斯蘭1200米的賽事 在這場馬上有一隻馬 我就留意了它很久了 這隻馬經常就是出現 譬如大外碟轉彎 甚至是塞車 有時又出現一些 留得太後導致塞車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的這場 這隻馬這次我就想搏回 而且我看到這次 列馬斯直接說放過冷門騎士上去 我覺得 似乎是想搏爆的傾向 他似乎是想搏爆的動態出現 所以我覺得這次就要看實 而這次我想選擇到的馬匹 就是這隻11號的善傳萬里 我們一起看看這隻善傳萬里的賽職 這隻善傳萬里在上季跑了十三場 這十三場有跑過跑馬地 也有跑過沙田 至於路程方面 這隻馬是由1200米跑到1400米 班次跑來跑去都是三班 成績方面 你其實可以看到這隻馬跑跑馬地 很明顯是說跑得好一點 因為跑跑馬地 他曾經贏過 而當時贏的那一場就是跑馬地 1200米三班賽事 和接下來的這一場 其實就是一模一樣 所以接下來的這一場 是非常之適合這隻馬來跑的 至於剛剛才說的 說他塞車 又外跌轉彎 這些情況到底是何時發生的呢 其實最近這隻馬在7月7號 跑馬地1200米三班賽事 已經發生過了 我們一起去片 看看這隻馬到底當時怎樣跑 一起去片看看 好了 一開閘了 我們一起去看看哪隻馬 是一隻善傳萬里 善傳萬里就是這隻馬 紅色箭咀指著它 黃衣白帽 一起看看一隻善傳萬里 上場是怎樣跑線的 外面加州海哥 最出第三位紅帽 就是怡春輝煌 粉紅帽中檔上進之星 橙眼罩 還有雲來複星 外面維港崩流 第七位 內蘭 是當多福 中間粉紅帽紅衣人和嘉盛 外面尾四 明恩賞 後一點的馬 才有善傳萬里 在尾三 再看到外面接步 暫時帶到後 是那一匹負鹿 去到對面 直到中尾段 前面放了出來的馬 就是那隻加州海哥 在他外面 是怡春輝煌 內蘭第三位 是紅酒之寶 第四位上進之星 在外面 是維港崩流 第五 第六位人和嘉盛 在後面還有雲來複星 攝入便當多福 拿出名恩賞 尾三紅帽 尾二 就是那隻善傳萬里 大熱門 這隻負鹿 最後直路 入政最後直路 其實你可以看到 善傳萬里 目前現在 就處於一個比較被動的位置 在很後的 大家一齊來看看 下一步 這隻馬 如何在馬艦之中 塞車 前面加州海哥透出 賣便紅酒之寶 正在上來 兩個馬中間賣便 粉紅帽 上進之星 夠不夠位 中間維港崩流 上緊 外面位置還有富露 追出來明恩賞 最後一百米到 富露就追緊這隻維港崩流 外面明恩賞 入面上進之星 接近終點 富露贏 跑第二名的馬 是那隻維港崩流 至於跑第三名的馬 相當接近的 幾乎是那隻明恩賞 機會高些 上進之星 賣便 有沒有第四 結果這場賽事 這隻富露 其實贏馬的姿態 都相當輕鬆 維港崩流 第二 第三名恩賞 第四 近 上進之星 人和嘉誠 要拍照 好了 整場馬就看完了 大家見不見得到 善傳萬里 在今場怎樣跑 其實基本上 善傳萬里 在今場 就完全沒有跑過 基本上 他是整條直路都塞車的 塞到這麼誇張 完全就是沒有發揮 這隻馬真正的實力出來的 重要 其實這隻善傳萬里 不止一次出現 濟慾差的情況 其實之前 6月20號的這一場 由蔡明少騎的這一場 他都是出現 全程走三四疊 轉彎大外疊 洩勢的情況出現 所以其實這隻馬 已經是說 很多場 沒有跑過 其實我認為 這隻馬 他是不斷希望減分的 你看回 這隻馬 之前贏馬的時候 就在65分 65分 贏完之後 他當然是被人加分 加到70分 加了5分 基本上加分幅度這麼多 你肯定不夠人跑 所以其實 連馬斯都一直幫這隻馬 減分的 我覺得這一堆場合 就是了 連馬斯 其實一直幫這隻馬 減分的 減到現在 就是適合 贏馬的水平 因為目前 只不過只有61分 61分 還比他之前 贏馬的時候 那個分數更加低 所以 接下來的這一場 這隻 就是電傳萬 你能夠背著一個輕磅來跑 背著118磅 那麼 118磅 正正就是 他之前贏馬的時候 那個 負磅了 所以 其實我覺得 基本上這隻馬 是非常之好 的 接下來的這一場 還有 如果你有留意這隻馬 你就會發現到 其實這隻馬 每次 他後上 就是 留在後面來跑 他就跑得非常之差 但是相反 如果這隻馬 能夠放得前去走的話 那就跑得非常之好 你可以看回 他贏馬的時候 把這隻馬 都放得很前 之後 之前好幾次 放在前面走的時候 這隻馬 都是能夠跑得好 都是能夠跑得近的 只是這隻馬 放在後面跑的時候 跑得差 所以 其實上次 跑得那麼差 都是有原因的 商場 實在快馬太多了 何實堯要把這隻馬 留在後面 其實很難跑的 而接下來的這一場 你可以看到 其實快馬不多 對吧 主要來說 接下來的這一場 後上馬就比較多 而這隻 擅長萬里 居然能夠排著五檔 五檔這個檔位 絕對能夠主動 將這隻馬 放回前來放 放回前來走 能夠贏馬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還要這次放回 蔡明紹 冷門騎斯上去 我覺得是挺適合的 因為蔡明紹 經常都是拿來爆 對吧 而這隻馬 蔡明紹 其實之前都拿過上手 都熟悉這隻馬 怎樣去騎 所以我覺得這隻 擅長萬里 可以選擇過 所以我們第一隻 會選擇到的馬匹 就是這隻 11號的 擅長萬里 好了 講完我們第一隻 會選擇到的馬匹之後 來講回我們 第二隻 會選擇到的馬匹 第二隻 會選擇到的馬匹 其實我也是想 選擇一隻 比較主動的馬 因為我覺得 其實未來的這一場馬 有一個主動跑法的馬匹 是比較好處 因為我覺得 未來的這一場 很大機會 會出現一個 慢步速的情況 對了 所以我們第二隻 會選擇到的馬匹 就會選擇 這隻 6號的 風雨區 因為這隻馬 也是一隻比較主動的馬 但是可能 有些 深水清的觀眾 就問 為什麼不選擇 8號 勇翠和上轎 這兩隻馬 很明顯是一隻擺前走的馬 為什麼不選擇 首先講回 為什麼不選擇這隻勇翠的原因 其實我覺得這隻勇翠 又是一隻有實力的馬 這隻馬 絕對是有實力 如果 接下來的這一場 放第二個騎士上去 我肯定買硬 因為他還要易當輕綁 基本上 沒有理由不買他的 但是 接下來 又放回昇仔上去 昇仔 他連擺頭走的馬 都不會騎 接下來的這一場 雖然這隻勇翠是擺頭走 但是 會不會又表現得差 所以我覺得 好像這隻勇翠都搏不過 除非真的很有賠率 做腳可能就會適合 如果不是做腳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這隻馬 選不下 更何況 我們這一場 只是買兩隻馬 兩隻馬 你買連形及位置 沒理由選到這隻馬 除非你買三隻 你買三隻 這些馬 就可能拖一拖 另外 這隻上教 這隻上教 又是擺前走的 為什麼不買他呢 原因就是 因為這隻上教 升班 四班升上三班 其實我認為 不是那麼容易應付的 雖然 這隻上教 之前 跑四班的時候 都跑得好的 你看得到 這隻馬 跑四班 最近那兩次 都能進入格 但是 接下來升三班 三班 和四班的對手 差很遠 所以我覺得 都沒買到這隻上教 對 所以今場馬 我們第二隻 會選擇到的馬匹 就是這隻風雨區 至於為什麼會選擇這隻風雨區呢 一起看這隻風雨區的賽職線 這隻風雨區 其實在上季 已經跑了很多場 你看得到它 其實跑了14場 這14場裡面 沙田泥地 又跑過 沙田草地 又跑過 跑馬地 草地 又跑過 跑到這麼亂的 至於路程和班次方面 這隻馬 跑來跑去 都是12米 三班賽事 至於成績方面 這隻馬 其實在上季 都沒有什麼表現 整季裡面 只不過是 贏得一次 贏得一次 這麼大把 其實很多場 都是跑第四 連第三 都沒有 所以這隻馬 入位置的機率 其實都算是偏低一點 但是入匹率這麼低 都不能怪他 因為你很明顯可以知道 尼馬斯的目的 他很明顯就是 不斷想把這隻馬 減分 你看得到這隻馬 由他之前贏馬的分數 72分 已經減回到接下來的64 即是說 比他之前贏馬的分數 還要低多8分 是很誇張的 所以其實這隻馬 減分是減到很誇張的 那我跟你說 其實這隻馬 基本上在他之前贏馬的時候 那個分數 即是說72分 已經是說 有機會贏到馬 即是說 在4月21日 跑的這場跑馬 你千二米三班賽事 由潘頓騎 這一次 很應該在這一次 已經是贏馬 但是都贏不到 為什麼呢 當時的原因是因為 這隻馬對著的馬 真的太強了 大家看看 當時這隻風雨區 是對著維港賓牛 資本家 甚至是 杭州飛輪 和平海寬星 這些馬 這四隻馬 都是強的 我敢跟你說 就好像這隻 跑第四的平海寬星 這隻平海寬星 他都是會在三班跑馬 地千二米贏的 你可以見到 頭馬的 跑完第四之後 那場 隔了一場就贏了 另外這隻 杭州飛輪 杭州飛輪又是厲害的 最近那幾仗 一win 一個第二 一個第三 經常性跑近 之後呢 去到這隻資本家 這隻資本家 又是厲害了 出了沒有幾場 出了五場 已經一win 兩個第二 一個第四 成績相當厲害 到了一隻維港奔流 維港奔流 這隻馬 不需要說 因為他是贏馬那隻 人家跑跑馬 已經是一win 一個第二 和兩個第四 成績都是相當之不錯的 所以其實這隻風雨區之前 之所以輸 是因為他對著 很強勁的對手 還要不止一場 跑完這一場 風雨區 又再對強勁的對手 還要去沙田跑 沙田對著那些馬 又是厲害的 你看看這一場 5月23日 他跑去跟大熊風跑 大熊風這隻馬 有多厲害 我相信大家都清楚 6月20日的這一場 又是 這隻馬 又是對著大熊風 都排名區 這樣的實力馬 所以其實 你很明顯看得到 這隻風雨區 之前對著那些對手 這麼強 輸都沒辦法 但是接下來的這一場 這些對手 就不太厲害了 沒有哪隻馬 真的厲害的 對吧 所以接下來的這一場 有一個這麼低的評分 64分 還要揹著一個這麼輕的 121磅 還有一個六檔 這麼好的檔位 還要配上莫雷拉 我覺得基本上 這隻風雨區 接下來的這一場 肯定要買回來 其實他神操紀錄方面 都有東西給你看 你看看 其實最近 莫雷拉試過貨集 試這隻風雨區 他是跑第一的 所以這隻風雨區 最近狀態都不差 這個分數 適合他來贏 所以我們第二隻 會選擇到的馬匹 就減回這隻六號的風雨區 來買回來 好了 講完我們條過關的第一關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條過關的第二關 我們過關的第二關 就會買到這場的第三場 這場第三場 就是我們的五班草地斯蘭 1200米的賽事 在這場馬上 我們同樣都會選擇 兩隻馬匹 而這兩隻馬匹 我們一早就已經給了大家 大家看看螢光幕上的這張圖片 這張圖片就是我們 單Q一窗過的那條片 在這條片裡面 我們已經說了 在這場上 我們會買哪兩隻 所以如果未看的朋友 就盡快去看看 看看我們到底在這場馬上 買哪兩隻馬 這條片上 有完整的分析 我們會分析為什麼 我們會買這兩隻馬 但是怎樣看到這條片 大家只需要按進去我們的頻道 選擇和螢光幕上這張圖片一樣的影片 來看就可以了 又或者大家按 我們現在這條影片 右上角的提示 好像I字的提示 之後來按進去 我們單Q一窗過的系列 那條片 來看就可以了 對 所以我們這兩關 就是買這幾隻 至於我們那個彩詞是怎樣買呢 我們很簡單 就會買這個 Q 以及位置Q 我們連贏及位置Q都會買齊 之後過關方式 就是二穿三 對 所以我們這條過關就是這樣買 就是買這兩關 如果大家和我們同路的話 都可以跟著我們這樣去買這條過關 接下來這個賽馬日 我希望這條過關就順利開得出 我們一起能夠贏得到錢 我在這裏再次祝大家贏多些 這條片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如果大家可能會完全有一點 喔 那 伍候 可能 ark 裡 我們那幾次 兩次 個星駡 我們下條片 不下方 我們下條片 可疑 我們下條片